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西洋参 一个是贵人肉 贵人肉在我们中医当中确切的名字又叫做龙眼肉 它呢 我们一般呢 像这两个东西我们可以采取多种的办法组合成的药膳 来进行呢 像越尽量过少的人群进行食疗和食养的调整和调理 比如说我们羊参桂圆羹 我们一般呢 我们一般呢 可以使用香参片啊 两到三克 然后呢 固圆肉啊 10到15克 然后呢 放在水里边 然后呢 一般用水量 大概在500克啊 然后呢 大火烧开 小火煎煮 煎煮到呢 羊参和柜圆肉 彻底的有效成分煎煮出来 融合在一起之后 水量呢 基本已经控制在250克左右啊 250克左右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什么呀 里边适量的调些什么呀 水淀粉 让它变成浓稠 这个时候呢 再少许的搁点什么呀 冰糖或棉白糖调成口味 做好之后 咱们就可以上桌了 上桌之后 我们上面还可以撒一些什么呀 像 呃 枸杞子呀 啊 像黑芝麻呀 白芝麻呀 都可以 应该说是一个什么呀 一道很好的武器养血的药膳 对于呢 精血量减少的人群有很好的食料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